所以你说你这个板面是什么 只能够一个一个往下 叫做Linear Layout就是板面 就是循序只能这样往下排 当然以后我会教各位 这个板面当然不一定要往下排 你也可以乱排 你也可以放你要放的位置都可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板面配置 那这个板面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呢 Test View 这Test View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框框 那这个Test View 跟那个VP很像的部分 可能像Label就标签 它只能显示 不能填资料 就叫做Test View Android叫Test View 那VP叫Label 就标签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那我希望在底下呢 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按钮 比如说我多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按下去之后呢 上面会改变 比如说本来叫请按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改变成您按的按钮 就这样而已 这么简单互动嘛 这样子至少你 已经开始转移 那怎么加按钮呢 各位可以往下 有没有 这边是有个Button 请你把Button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要更改上面的文字 那怎么更改 这边的话呢 请你按右键 按右键之后呢 这边有个叫显示绘质 内容 点下去 会多一个内容页面 如果没有的话呢 再把它叫出来 这个内容 就跟那个 属性 VB里面的那个属性 属性就外观设定嘛 那我希望在上面把 里面的文字改变的话 你就找到什么呢 内容里面有个叫做 它有个属性标签叫做TEST TEST 把它改成什么呢 请按按钮好了 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改一下 请 OK 那当然你字的大小可不可以改 颜色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COLOR 然后呢 什么TEST 什么TEST SIZE 那不过 特别注意 这个SIZE的 说20 后面要给它那个单位 它的单位叫DP DP ENTER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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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